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剧中的两位妈妈 翔心扮演的田雨兰 性格急遭冲动 每天为孩子的学习头疼焦虑 动不动就对孩子发火 他平时说话也喜欢家乡带棒的 那咄咄逼人的样子 一出场就让人感觉窒息 而宋佳饰演的能力却与之相反 他性格温和 预视沉稳 对待孩子 他也总是一副温柔模样 从来不会拿孩子撒气 很多网友感慨 这就是好妈妈的模范呢 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妈妈 田雨兰都不如哪里完美 然而随着剧情逐渐推进 我却从这个不完美的女人身上 看到了为人妻的无奈 为人母的心酸 在田雨兰家里 所有的家务 家人的起居 孩子的学习 都被他一个人承包了 儿子紫悠考试成绩退步了 他一边发愁 一边回家还得孕医做饭 每天他要接送孩子上学 可是一回到家 丈夫严棚就在打游戏 更过分的是 丈夫还催着他快点做饭 家里上上下下之一切 丈夫从来没管过 也懒得管 两家人吃饭闹了别扭 他一出门 就开始埋怨妻子 至此他不该把气氛搞得那么紧张 剧中还有这样一幕 十分扎心 因为孩子培训班的事情 田雨兰被老师当正羞辱 回到家 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心情也糟糕到了极点 结果 丈夫却在家里打游戏正起劲 锅里的汤都烧干了 田雨兰差点被烫 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呀 他只能独自走进房间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但这时 儿子一句 妈我饿了 他又立刻憋住眼泪 系上围裙 给孩子做饭 可是孩子的爸爸在哪儿呢 他没有一句关心和安慰 也没有伸手帮妻子一把 反而若无其事地拿起耳机 继续打他的游戏去了 但是在南丽家 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同样是因为两家人吃饭闹了不愉快 南丽满肚子怨气 到家只能跑步发泄 然而丈夫下军山跟在他身后 虚恒问暖 拐着弯地夸老婆 还特地给南丽考了他爱吃的娶气 就算有再大的火气 在丈夫的一番劝慰之下 南丽也释然了 南丽因为原生家庭而悲伤 丈夫便替他按摩 暖心安慰 在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方面 夏军山也十分用心 早晨 他会温柔地喊儿子起床 还会帮女儿梳头发 晚上一有空 他会陪着孩子一起做手工 周末的时候 他还会带着儿子和女儿去游乐场 陪孩子疯玩 女儿考试考差了 他只牺牲安慰 偶尔一次没考好没关系 然后主动担起责任 给女儿辅导功课 在南丽家里 一家人总是其乐融融 充满欢声笑语 看到两组家庭的鲜明对比 有网友忍不住感慨 我们谁都想活成南丽 可最后却都变成了甜与懒 是啊 没有哪个女人喜欢自己面目猙獰 也没有哪个妈妈喜欢拿孩子撒气 我们焦虑 暴躁 失控的背后 不过是因为缺了一个像夏军山这样肯负责 懂分担 还愿意陪伴孩子的爸爸 主称金星曾经说 德国女人只工作 日本女人只带孩子 而在国内 女人就是超人 你得工作 洗衣服 做饭 带孩子 打扫卫生收拾家 照顾公婆 伺候老公 对外你要和谐社会关系 对内你要和谐家庭关系 然而现实往往比这更残忍 多少妈妈一边要承担着独自育儿的艰辛 一边还要忍受身边人的责难 有一位妈妈下班后辅导孩子写作业 结果孩子却在偷偷玩手机 当时没忍住 妈妈就动手打了孩子一下 恰巧这一幕被爸爸看见了 她上来就开始指责棋子 你怎么能打孩子呢 你就不能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吗 那一刻 原本就劳累一天的妈妈 被爸爸一句话点炸了 她随手拿起东西就向爸爸摔过去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 有人说 是妈妈脾气太大了 这么点事至于吗 然而哪有什么突如其来的脾气 不过都是积攒了太久的委屈啊 爸爸下班了可以休息 而妈妈却要24小时临轴转 爸爸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问 而妈妈却要事无局系 甚至妈妈不能有丝毫抱怨 不能冲孩子发火 否则就要被谴责 你到底怎么当妈的 好像所有人都在心疼孩子 可是谁又来心疼妈妈呢 前段时间 世界冠军李娜在节目中吐槽 老公是自己大儿子 他在厨房做饭 本就手忙脚乱 两个孩子在客厅 一个接一个地喊妈妈 他听得头皮发麻 可是老公却在一边悠闲自得 翘着二郎腿玩手机 那一刻他感觉火冒三丈 他倾献自己是先把菜刀放下之后 采取的客厅 否则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家里控制不住自己脾气的那个人 似乎总是妈妈 可妈妈的温柔 不都是被爸爸的不负责任 亲手逼走的吗 爸爸回到家 放下包 脱掉鞋 就可以在沙发上搁油躺 让他帮下忙 他能在厕所蹲两个小时 最后没办法 只能干脆自己动手 让他带个娃 他两分钟就把孩子给弄哭 结果还要妈妈过来收拾残局 从温柔可人的淑女 到满身力气的妈妈 击溃我们的 不就是另一半眼里 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吗 身体的疲惫 生活的压力 精神的焦虑 所有的一切 让妈妈们 变成了一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 而另一半的不作为 就成了每一次矛盾 爆发的导火索 无可参和杀意 在争吵时说过一句话 让无数妈妈感动身受 其实 这件事情本身 一点都不辛苦 最辛苦的是你的态度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的痛苦 我们挺过来了 独自带娃 全年无休的艰辛 我们也熬过来了 可丈夫的不理解 没担当 甚至是无端指责 却能在一瞬间 将我们击垮 妈妈的坏情绪 说到底 都是被爸爸逼出来的 之前有个朋友跟我抱怨 说她的妻子 在生完孩子的那一个月 突然变得像个泼妇 有一天她躲在书房 妻子洗好了水果送过来 结果 正好看见她在打游戏 一气之下 妻子直接把一盆水果 砸到了电脑上 当时她也急了 你有病啊 别的女人都生孩子 也没人像你这样吧 两个人都不敢示弱 嚷嚷着要离婚 后来 在妻子的要求下 朋友答应陪她带一天孩子 妻子干什么 她就干什么 结果一天还没过去 她就要崩溃了 因为孩子每两个小时 就要喂一次奶 白天她还能忍受 可是到了晚上 她实在忍不了了 有时候喂完奶 她睡了不到一个小时 孩子就醒了 她又得哄孩子 不知不觉 半个小时过去了 接着 她刚睡了十分钟 孩子又尿了 她又得起身 给孩子换尿不湿 然后她再想睡 孩子又醒了 又该喂奶了 如此循环往复 一晚上 她根本没法睡 一直在被孩子折腾 我问她 你现在知道 妻子为什么 总是对你发脾气了吗 她连忙顶头 那天之后她才知道 原来当妈妈如此辛苦 父亲里 有句话说 父亲的缺失 是家庭的不幸 是妻子的忧愁 是孩子的悲伤 也是社会的抑郁 是啊 当妈妈们 累了满身怨气 可身边人 却视若无睹的时候 他们怎么可能 还会有好的情绪呢 她只会看什么 都不顺眼 看什么都想发火 妈妈所有 歇斯底里的背后 不过都是 无人分担的 无助和心酸 曾听武志宏老师 讲过一个故事 那天 朋友家的小孩 因为有同学 要来家里玩 于是草草地 写完了作业 妻子觉得孩子过于敷衍 于是拿过来检查 结果真的错了不少 她瞬间爆发 气狠狠地准备去教育孩子 眼看了一场暴风雨 就要来临 朋友赶忙过去 安抚妻子 又陪着妻子 一起仔细检查了一遍 然后表明态度 我们儿子聪明 只是没有好好做而已 你也辛苦了 等会儿 我会带着孩子 认真改过的 妈妈焦灼的心 并由此放下了 人们总是习惯 把家庭的幸福 寄托在妈妈身上 可是却忘了 家庭幸福最大的前提是 爸爸爱妈妈 家庭不是妈妈 一个人的责任 孩子不是妈妈 一个人的 妈妈不是钢铁 打造的超人 妈妈的精力 也是有限的 只有爸爸 主动担起家庭的责任 尊重呵护妻子 多做点家务 多带着孩子 妈妈才有喘息的时间和空间 才能蓄满能量 继续战斗 都说女人本弱 为母则刚 其实 在这后面还有一句 男本刚强 为父则柔 家庭的温度 关键取决于爸爸的态度 只有丈夫懂得承担 妈妈才不会被琐事缠绕 至崩溃 只有爸爸用心陪伴 妈妈才不会被生活 压抑到失控 一个幸福的家庭 一定都有一个心疼妻子的丈夫 和一个主动育儿的爸爸 只有父母两人携手 才能将养育孩子的苦和泪 混化成甜蜜的负担 也唯有如此 孩子才能在情绪稳定的 家庭氛围中长大 塑造好的性格 拥抱好的未来 万件读书 名为读书 实则读人 任何文字 不管是以铁与血 还是用爱与泪写就的 都为我们倾诉着不同的人生 欢迎互动留言 诉说你的心事 我们在这里等你 感谢您的聆听 欢迎点赞和转发 欢迎点赞和转发